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 2023年1月8日 已經是 升旗日了 南韓我們有報導過 今天Johnny做了一節 就是說一個穿著無敵衣服的一個大陸的男子 被驗出武漢肺炎確診之後 被人抓到隔離 結果 送到隔離酒店途中 走犯 逃走了 然後最終被人抓回 五花大堡地抓他 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現在所有的大陸人入境 一落機 就會發一張 黃牌給他 這是一張 黃色的入境卡 掛在頸上 手拿也不行 全部掛在頸上 沿路有大批韓國媒體 沿途拍照拍照 他們的感覺 當然他們的意思就是 南韓對中國出王牌 踢球也知道 剛剛世界會完結 王牌是警告的意思 這張王牌也是一種警告 警告甚麼呢 警告南韓人 這班人是帶菌者 大家要小心一點 當然 做秀的氣氛很濃 網民就說 這個安排 就是標籤 個別人士 有自由時報的網民就說 除了要求帶上黃卡之外 他們前往領取行李 以及做核酸檢測的時候 一直都有韓國的軍人陪同 以及開勞 全程 感覺好像被人壓屆囚犯 一樣 當局認為 韓國這次這樣做 應該是跟 之前那個毛敵 這位毛敵先生 就逃跑有關 想起毛敵 最近 Johnny看了一部電視劇 舊電視劇 叫做天殘變 裡面有一個組織叫做毛敵門 這個掌門叫做獨孤毛敵 每十年就跟武當的掌門約戰 打一場交 比武 毛敵門最終就被人家做掛了 這位 穿著毛敵這個大陸男子 是一件白色衣服 紅色字 毛敵 但是毛敵上面寫著 Made in China 究竟是Made in China 毛敵 還是 毛敵 不敵 南韓 軍人 結果他就被逮捕 五花大綁 這件事 我也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網友 有些人就覺得 不是很應該的 這個不是跟納粹時期二戰對待猶太人一樣嗎 其實 當然他說得是太過 誇張 因為納粹 是送去毒氣殺的 韓國只是觀察你幾天 如果你沒事沒有帶菌就放你走的嘛 是不是 這個 你以前也是這樣做的 你以前是14天還是21天再加7天 28天啊 現在人家這樣做 跟你做的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說人家是毒氣殺猶太人 其實新疆那些真的是猶太人 在 你們支持的俄羅斯 他們就真的是納粹了 自己是納粹 竟然說人家的行為是納粹 其實共產黨的中共和俄羅斯 是一憂之樂 他們是同一隻型號的納粹 如果俄羅斯是法西斯 中國就應該叫法東斯 不過 是法西斯的斯 不是西斯的斯 因為你們逃跑嘛 你們有前科嘛 你們做到壞事嘛 很多時候 其實是西方社會 韓國也很想極力去做西方的 不過就差一點 但不要緊 他也想學習西方人 西方人 從來都是 有種 honor system 他假定你是好人 假定你是做好事的 不會騙他的 所以甚麼都好 寬鬆 但是當他知道你是壞人的時候 你們騙他的時候 有一個人 你的群體有人騙他 他就開始覺得你們全部都是壞人 所以所有你們的人都要這樣做 這個在英國就會有 當然英國也是個別事件 英國也是單單清的 它不會說一足弓彈上一船人 例如我們在英國 地鐵站 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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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車站完全沒有關的 大部分 大部分的火車站都是沒有關卡的 輕鐵也是 你自己上 自己下 就是 靠你老實去拍卡而已 如果你被人抓到 他也有人抽查的 你偶爾一次半次抽查 如果你被人抓到 要睡得很重 是不是 但是一般他不查 所以很多中國人就 就停而走險 來到這裡 當然那些以前是新界佬 很多來英國也是新界佬 很多來英國也是新界佬為主 那些人就覺得 你們英國人那麼蠢 也不用付錢 也沒有人查 結果 被人抓了一鑊 人家以後也是當你賊 當然他是個別的 他不會當所有來自香港的人都是賊 他只會個別跟進 你做到壞事 你騙我們 所以 他們本身 人家那種是有真善美 人家 萬物也是一個善的 正如中國的這個人性本善 這個就是萬子所說的 人之初就是聖本善 中國另外有一個 當時有孫子 孫子 就是法家的代表 他就是人之初就是聖本善 本善 他就是跟孫子是相反的 所有都是壞蛋 沒有一個是好人 所以我們要對他嚴刑張反 個個當是囚犯 看一看 你就是想殺人 看一看 你就是想偷竊 這些當然 西方和東方的思維 差別很大 這次 韓國做的事情 你說他對不對 他也沒有辦法 因為他不知道你還有多少人逃跑 還有多少人做這些壞事 你有病 你就隔離 不是要你死 又不是要你去毒氣室 你走來做甚麼 你為甚麼要逃跑呢 反過來 中國就是納粹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 有脫北者 其實大量的脫北者走去中國 其實他們是因為真的沒有命的 他們有地獄爬上來 想著可以不用死 誰知道中國 中國共產黨這幫人家 就把脫北者抓了之後 交給他們去地獄 把他們踢回地獄 基本上 你就是把生命徹底的毀滅 我們也認識的那些脫北者 很慘 這次韓國這件事 當然不是個別事件 因為 因為現在的韓國 實施所有的大陸的旅客 都要落地檢 而實施了之後 平均 這7天 落地檢的陽性比率是14.8% 即是平均 6個人就是一個陽性 人村機場 7日有1200人就經人村機場入境 這是內地居民 即是內地居民 其中291個短期居留的外籍人士 在登基檢測裏面 43個 是陽性 好了 陽性比率是14.8% 接近6個就一個 同類型的旅客 4天的陽性率是31.4% 5天就降到12.6% 6天就回升到23.5% 而7天 即是平均數 是回落至14.8% 即是有上有下 有些人會痊癒 有些人會痊癒 好了 其實 2日起 有7000多人經過人村機場由中國入境 接受核酸檢測的1600個 短期居留外籍人士之中 累計有357宗確診 陽性率是21.7% 南韓 自從2日起就要求所有人抵達都必須接受 病毒檢測 其實我覺得 歐洲 英國也需要 原因其實 那個情況 真的有時候 我覺得做好一些準備 有時候當然是有備無患 對於你的本國國民也有保障 泰國 自從1月9日 明天開始 就要收緊防疫了 之前泰國是很鬆的 現在 所有入境旅客 全部 都要出事 打了兩劑疫苗 或是證明其他銀行的證明 以及買了涵困武漢肺炎治療的旅遊保險 你不可以買大陸那些 買大陸那些不承認 因為大陸不承認你是武漢肺炎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泰國現在正在收緊 香港是不是一樣 原來 香港人入境泰國 最少要有兩劑疫苗 或者類似的接種的醫學豁免輸 或者最少打了一劑 還有持有6個月內的康復證明 你中了之後康復 你也可以 買COVID-19的旅遊保險 旅遊保險 需要包括入境當日 自隔離境後的7天 要COVID-19才可以 日本也加強內地人 入境的檢測 而歐盟 美國也是需要的 當然他的加強就不是全部 都好像是抽查的 我覺得應該全面做算時間 因為 你真的要保障 你們不是未衰過的 保障一下大家的健康也是好事來的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6部曲 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至於1月28日的網聚 我們2點半開始 大約6點半完結 其實還未完結的 我們會有一個巡遊 我們打算所有的網友一起參與的朋友一起巡遊 游覽一下黑池 之後我們會在最大的教堂 St.John Square 有一個喊口號 我們就要告訴黑池的居民 香港人很多人在這裏落戶了 也希望融入當地社會 這是一個巡遊 不是遊行 不是示威 之後我們就會一起吃飯 這個吃飯 不是強迫性的 也是自願參與 你喜歡可以一起來 這個也是自費的項目 每人約會是 18至22左右 如果你包汽水飲飲的就是22磅 我也不記得有沒有加價了 如果 喝汽水應該是18磅左右 好 自助餐也不吃 整晚也不吃 好 我們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農曆的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聚 而今次的網聚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當然是因為說了很久 要在黑池和英國北部的朋友見面 和大家聚聚 第二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香港人 助人 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 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六點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一點點心供應 到時希望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 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補充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